第1999集 不过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行医资格证 这可是无证行医啊 李远卿突然站住了 大伯 我知道怎么做了 历历一睁 随即他露出了一副恍然大物的神色 他嘿嘿一笑 嘿嘿嘿 我这就去办 李远卿一走 周边的人呼啦一声 全部围到了叶浩轩这里 毕竟叶浩轩的遗述是得到李家人的认可的 而且看病给钱随缘 有些人就是打着这样的鬼主意 看病排队 挂号一百一位 大兵令算 奇料 叶浩轩的一句话 让那些人心中的如意小散盘给戳穿了 其实叶浩轩也没打算在这里挣多少钱 他是医生啊 要是让他那个世界的人知道 他在这里摆地摊 真费一百 那还不被人笑掉大牙了 他只是赚点外快吧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而且他相信呢 哪怕这个世界是人生地不熟的 他凭着他这一身鬼神莫测的本领 也照样能在这个世界混得开 他看病的速度极快 不过才看了二十多号 他就看到了几个穿着制服的人 向着这边张望着走来 而且一旁一辆卫生局的车在那里停着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就知道 李远庆那个孙子 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他快速地把手中的方子写好 往一位病人手里一塞 大家稍等 我去一下洗手间 他的摊子也不收拾 就往那里一放 然后转身就走 等那几个穿制服的人过来时 叶浩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今天这个大半天的收获确实不错 虽然只有几千块钱 但是对于叶浩轩来说 够了 这算是启动资金吧 他接下来还要另想他法 毕竟他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段时间 先去买了一部价格便宜的国产手机 然后用临时的身份证办了一张手机卡 在这个世界 手机是必需品 不管是去哪 都少不了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 他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自己的奶奶 那个在自己世界从未见过的老人家 叶浩轩买了一些营养品 便踏上了回家之路 按照户口部上的地址 叶浩轩搭上了一辆公交车 他走到了郊区很远之后 又来到了一个小镇 然后又找了一辆红三轮 红三轮带着叶浩轩七拐八拐 走了几十里的路 到了一个村庄的跟前 这总算是到了地方了 这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小村庄 看了看地图上面的导航 叶浩轩发现这距离A市已经很远了 这个地方与A市这种繁华的大都市 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关系了 这和普通的农村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而且在村头还有一截泥泞的小路 刚刚下过雨 这段小路上泥泞不堪 叶浩轩走到了村口 因为是第一次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奶奶住在什么地方 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位老头在门口坐着 他便走上前去打算问问 老人家 请问这里是红石村不 啊 这里是的呀 你找谁呀 老头抬起头 有些狐疑地看了一眼叶浩轩 哦 我找这里的叶家 叶家 哪个叶家呀 老头看了一眼叶浩轩 我们这里没有叶家 哦 我忘了 叶家没有什么人了 现在只有一位叫王玉红的老太太 年纪应该已经很大了 哎呦 你说那个呀 哦 我想起来了 叶家是没有什么人了 只有一个老太太在那里住着 哎呦 你说这叶家 也是运气不好 家里的人基本全没了 老太太唯一的孙子也在三年前失踪了 那 那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的身体还算好吗 叶浩轩急急地问 呃 村子的最北边 两间瓦房就是他住的地方 老人向北边一指 哦 他这会儿应该在家 呃 如果不在家 他就是去村西边的桥头了 他几乎是天天去那儿 他去那儿干什么 叶浩轩不解 哎 盼着自己的孙子回家呗 老人叹了一口气 这老太太也是可怜的 丈夫死得早 一手把自己的儿子拉扯大 但是儿子 媳妇出了车祸 留下了一个小孙子 现在好不容易孙子毕业了 结果失踪了 这一失踪啊 就是三年 现在老人一个 哎呦 眼睛都快哭下了 哎 对了 你是他什么人呢 老人说到这里 这才发现叶浩轩已经走远了 叶浩轩到了北边 果然看到了两间瓦房 这瓦房显得有些破脚 这也没有院子了 只是周边用竹子 编成了一道围角 院子里面扫得一尘不染的 院子里的正中间 有一个压水井 院落里面的东西 收拾的是井井有条的 看得出来啊 老太太是一个十分利索的人 叶浩轩推开了篱笆 做成的小门 走了进去 发现院子里面空无一人 老人应该出去了 叶浩轩顺着路 走到了西边去看 只见村子西边 是一条不算太大的河 河上有一座桥 而一位老人家 则坐在桥的一头 向西边看去 老人家是满头的银发 七十多岁的年纪了 一个人在这里 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叶浩轩看过他档案的照片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位老人家就是他的奶奶 不知道为什么 叶浩轩的鼻子一酸 突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本来以叶浩轩现在的资历 经历过大起大落 见过了世间的生生死死 他本来不该这么多愁善感的 但是一看到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几乎每天都以同样的方式 对着这座小桥望眼欲传 叶浩轩就感觉 心中的某种东西 被深深地刺痛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失去了眼角的泪 正要走上前的时候 一群熊孩子的出现 让他停下了 快看哪 这老婆子又在等他孙子回来了 疯子 疯婆子 嗨嗨嗨 离他远点 我妈说他不吉利 客死了自己的一家人 打他 砸他 也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 这群半大不小的熊孩子 拿起地上的石子 就向老人家扔去 虽然这个石子不大 但是砸在身上还是蛮疼的 老人也不生气 他只是笑呵呵地看着这群半大不小的小子 任由那些石子落在他的身上 给我住手 叶好轩大喝一声 他大步走上前去 几个本来正杂的欢的熊孩子被叶好轩这一声爆喝给吓了一跳 他们身子一颤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有胆小的甚至被吓哭了 你是谁 有个带头的熊孩子似乎是不服气 他抬起头来 气呼呼地看着叶好轩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妈没有教你要尊老爱幼吗 叶好轩瞥了这熊孩子一眼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家伙是被家长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小号人渣啊 如果说这货再这样下去 将来他绝对要被警察叔叔关到监狱里面教训一番的 我妈说过了 这老婆子是不祥人 他克死了自己的一家 让我们不能靠近他 熊孩子不服气地说 不靠近就不靠近 你滚得远点就是了 你再敢动一下 我打断你的腿 你 你 熊孩子呼吸一致 他对叶好轩还是有些畏惧的 叶好轩说过这句话转身 便向奶奶走去 但是这熊孩子弯下腰捡起块石头 猛地向叶好轩砸去 这块石头可并不小啊 有鸡蛋大小 这要是砸在脑袋上很快就会起一个包的 叶好轩也不回头 但是这块石头突然返回啪的一声 正砸在了这个熊孩子的大腿上 叶好轩这下手可并不轻啊 这熊孩子哇的一声倒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一边哭还一边捂着自己的大腿惨叫 告诉你们 以后谁敢再欺负老人家 我一个个地打断你们的腿 叶好轩回过头 凶声恶煞的喝道 这群熊孩子似乎是没有见过叶好轩这号狠人 他们几个面面相娶 然后哇的一声四散逃开了 他们只是熊孩子 你没有必要这样 王老太太还是一副慈想的样子 她还没有认出来叶好轩 熊孩子如果从小不教训 长大了就会变成危害社会的毒瘤 叶好轩回过头 他们都是孩子 老人重复着这一句话 他抬起头 看着叶好轩 叶好轩明显地看到他双眼有些浑浊 他喃喃地说 我孙子如果回来 应该有你这么大了 奶奶 叶好轩双眼含着泪 他走上前 抓着老太太的双手 是我呀 我是好轩 我回来了 你 你说什么 你是好轩吗 真的是你吗 老人不敢相信 他颤抖着手 伸出手去摸叶好轩的脸 他喃喃地说 你真的回来了吗 奶奶 是我 叶好轩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我是好轩的 我回来了 我来看你来了 你 你说什么 你是好轩吗 孩子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老太太的身体一颤 他有些激怒地站起来 他双手有些漫无目的地向前摸去 孩子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你回来了吗 奶奶 是我 我回来了 叶好轩伸出手去 他抓住了老太太的手 真的是我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来 让奶奶摸摸 让我摸摸 孩子 老太太伸出手去 抚摸着叶好轩的脸 他两眼浑浊的泪水就落了下来 孩子 是你 真的是你啊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老太太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他激动地抱着叶好轩的头 眼泪滚落了下来 你终于回来了 对不起奶奶 我不敢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我 我真的对不起你 叶好轩的眼泪也终于落了下来 这一刻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医生 他只是一个刚刚见到亲人的普通人罢了 孩子呀 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你不知道 家里只有我一个老太婆了 如果不是盼着有一天能见到你 我真的想一死了之啊 我们叶家 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居然让我们家破人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老太太失声痛哭了起来 奶奶 没事了 以后没事了 我回来了 我不走了 我以后都陪着你老人家 我给你养老送终 我们叶家也不会后继无人 叶好轩抓着老人的双手 好 孩子 我们回家吧 我们回去 老太太抹干净眼泪 她摸索到自己的拐杖 然后紧紧地拉着叶好轩 她抓着叶好轩抓得很紧 生怕一个不小心叶好轩就会再离他而去 老太太的腿脚不是太利索 而叶好轩也发现 她的眼睛几乎快看不见了 这可能是跟她这些年的经历有关 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去了 孩子也失踪了 老太太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而且她的眼睛底子本来就不是太好 再这样下去 那不出问题才怪呢 不过啊 好在老太太对自己的家 那是清澈熟路的 她拉着叶好轩欢天喜地地向自己的家里走去 王婶儿啊 这是叶好轩吗 哎哟 你大孙子终于回来了 以后肯定要享福了 这些人 人前是一套 但是人后又是一套 等叶好轩和老太太走远 这些人又凑在一起 议论纷纷的 这真是叶姐那孩子吗 哎哟 是的呀 她虽然几年没有回来了 但是这个长相跟以前差别不到 还是那么帅气 哎哟 帅气 你们就会看长得好看不好看 你们不知道她这些年去了哪里了 去哪里了 这小子这些年一去不回的 她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们还不知道是吧 据说呀 这小子以前和一些拐卖人口的人有关系 她说不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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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